由黄丽佳指导李游斌李立群 史兰牙何明汉潘之林等主演的电视剧 活法日前正的青岛拍摄 9月5日该剧开放媒体谈班 正巧赶上李立群史兰牙探监李游斌 在剧中李游斌被陷害入狱后 不想拖累史兰牙潘之林饰演的妻女 便将他们托付给了老友李立群 13年出狱后却发现李立群和史兰牙成为了一家人 于是上演了一番强老婆争女儿的心酸劲爆戏码 据悉这是李游斌史兰牙继红日江山旗袍 爱在苍茫大地假面等剧后的再度实验夫妻 值得一提的是 荧幕英雄专业户李游斌 这次在剧中全新体验了一次腹黑的商业精英 当天有一场李游斌驾驶法拉利的戏份 现场李游斌对这辆名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但在采访环节他却自嘲买不起法拉利 似乎是对天价片酬传闻的再次回应 挺好 但都没动起来是不是还挺遗憾的 对前两台动过前两台拍了 那您跟李游斌这车技谁比较好 他没开那天都我拍了 他车技不错一个人 您平时会开这种车吗 平时啊 平时会 开过 喜欢这样子的车吗 太贵买不起 这样的几百万 不可能我们没这么多钱 不都说 上网看好声音 也在松鼓视频 大家好 我是猴磊